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能在窗外看到奇怪的东西 不过男主和老婆都以为儿子是做噩梦并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本来答应和儿子一起叼南瓜的男主 因为工作失了约弥补儿子 就答应了带他去嘉年华玩 到了嘉年华之后 儿子开始拿着摄像机 骑在老爸的脖子上拍拍拍 不想突然拍到了一个很恐怖的鬼指着自己 一细看却又不见了 男主带着发愣的儿子去买冰淇淋 这时候一只大鸟出现 儿子问道 我们可以还债给鬼吗 男主还没反应过来 却发现身边的儿子已经不见了 于是男主开始满大街地寻找儿子 却只找到了儿子留下的海盗帽子 无奈之下 男主只好回家查看 可惜儿子并没有回家 绝望的男主只好报警 然而警方也束手无策 因为儿子的失踪 男主老婆无法原谅男主 两个人开始分居 昔日幸福美满的家庭岌岌可危 一转眼就是一年以后 此时距离万圣节还有三天 男主依旧满大街地贴着寻人骑尸 同时开始出现种种幻想 比如看到听到儿子的声音 看到儿子的身影 跟随着儿子之前看到的大鸟 男主来到了一个飞机的工厂 墙上大写着还债给鬼 跟儿子失踪前说的话一模一样 进入工厂后 有一个盲人还带他转了一圈 回家之后的男主 在儿子拍的万圣节录像里 发现了可疑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恐怖的屋子 还有许多鬼孩子 而另一边 男主老婆也看到了奇怪的现象 比如儿子的滑板车 居然会自己移动 第二天夫妻二人 终于和和气气地见了面 决定统一战线找儿子 同时男主发现在万圣节 失踪的孩子 找回来的几率只有一半 于是猜测这些失踪的孩子 是有关联的 两人就去拜访了一位 同样是在万圣节 失去孩子的家长 并听到了一句熟悉的话 还债给鬼 男主也越发相信 儿子的失踪不是偶然 晚上男主看到窗外 有三个自然的小孩 还看到了屋里有很多鬼小孩 吓得够呛的两人去请媒婆来看 结果媒婆莫名其妙地 就被弄死了 接着男主老婆被儿子附身 还用刀在胳膊上刻下了符号 两人在查找资料之后 找了教徒去询问究竟 在教徒和同事的帮助下 二人终于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很多年前 也为母亲的三个孩子 在万圣节被人烧死 绝望的他发誓 每年圣诞节 都会回来带走三个孩子 同时教徒还告诉了男主 如何救出被带走的孩子 男主就这样 开始了救回儿子的行动 他先是来到了之前飞机工厂 在盲人的带领下 来到了人鬼世界的交界处 接着从之前DV里看到的房子 找到了儿子 以及他的两个小伙伴 正当几人往回走的时候 幽灵感到 男主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还好有他孩子的帮助 几个人顺利逃脱 回到了现实社会 一家三口终于团圆 影片的最后 因为帮助男主查找资料 而惨死的同事突然睁眼 不过电影也到此结束 看样子可能是要拍续集了 源源像爆和失了 更何况这些人本就是无辜的 与其让痛苦的过去牵制住自己 不如洒脱点放手 世世代代生活在仇恨里 未必就是孩子们想看到的结果 最后想说人贩子都是可恶的 我是小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瑞影时光